那今天我们先来介绍一下这个桌游要怎么样来进行操作 首先呢,其实因为我们在诉讼的过程当中 有时候我们会发现很多人是未神仙判 我只是看到媒体所报道的内容 或者是我可能是有跟他们接触的当事人的朋友 或者邻居或者亲戚家人 我可能就做出了我心里面所想的一个判决 那我想这游戏设计里面就加入了一个就是未神仙判 大家可以看到未神仙判的这个卡片 那未神仙判卡片里面主要有分成有罪跟无罪两种 那这个卡片呢,在操作的时候 我们会让所有的玩家都先抽取一张未神仙判卡 那作为它最后是否胜利的一个关键 那我觉得桌游最特别的地方是 它会相较于一般我们的课程 会让当事人更focus 专注在这个游戏上面 那它可以得到的东西会更多 所以呢 我觉得桌游这是它的一个魅力所在 那再来第二个我认为桌游它可以容许犯错 比如说在真实的法庭工房上面我们发现说 哇,这个比如说检方或者是辩方提出了一个不是很站得住脚的论证 或者证据的时候可能整个改变一个人的一生 可是在模拟法庭的过程或者是像我们桌游的课程 我们是可以允许学生去思考说 这个策略到底是能不能够让我的论点被证成 或者说这个策略是不是有效的 那我觉得这是桌游或者是课程上面 可以让大家得到的一个算是它的优点 那第三个呢 我觉得其实有时候我们到法庭里面去旁听 又或者是我们操作模拟法庭的课程的时候 就是照本宣科 比如说我们在听法庭的时候 生理的过程当中 我们大概知道说 大宇来龙去拍是怎么样 那如果我们只从中间去听 其实是没办法判断 那如果说今天是模拟法庭的课程 我们会发现很多同学 光是背稿都来不及了 他其实忽略掉原本应该要去思考的部分 他可能就照他的台词去念 那我觉得是蛮可惜的 因为其实我们应该可以训练学生 就是在逻辑思考方面更进一步的提升 那第四个呢 我认为临场发挥也是一个特色 因为我们如果从模拟法庭上面 我们发现大家都是在背剧本 那可是我们今天在玩桌游的时候 我是可以根据我所打出来的策略卡 去辅助加强延伸 我可以把这个策略卡可以连携到的东西 元素通常把它加进来 那加进来的时候呢 就可能会让我的论述更完备 那我必须坦诚 这个游戏设计绝对没有完美的 虽然这已经是我第四版的左右了 就是根据模拟法庭的左右 我这是设计第四版 那也讨论过了很多 就是我也跟学生玩 在让学生操作的时候去讨论说到底该怎么去调整修正 那大家会看到有策略卡 这个策略卡呢 是根据不同角色 我们去 我当时其实是有一个理想的范本 大家可以看到在 魔法座游的这个使用说明书里面呢 我其实是有一个最后的一个介绍 就是策略卡应该要怎么使用 但这个是一个非常 等于是套好招的一个完美的设计 但坦白讲我们发现 其实真实的一个法庭出送里面 有人是不安排你出牌的 那当别人打出这张策略卡的时候 你要思考我应该怎么去破解它 怎么去针对它的弱点 去扭转整个局势 我想这是训练学生思考一个蛮重要的部分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在策略卡 策略卡 有很多不一样的内容 那这些内容呢 其实抽到的学生 依据他扮演的不同角色 他可以去讨论 他们应该要使用哪一张策略卡 他们应该要使用哪一张策略卡